那你備號四十號 你的右翼有什麼用 就是我四十歲 那你朋友會來幫你加油嗎 我 哪一個 因為我在這個之前 我有交一個人 我覺得你講話要小心 要想一下 曹祐寧 潘軍藍牆 是回歸全明星 熬犬新女友被認證前任尷尬了 我不敢說可能最盛 但我覺得我出去應該會是 最主要的感覺 最主要的感覺 好啊 那我就說不正好嗎 那這樣 這才是 好啊 就是希望大家在走紅毯 都不要多好 好 希望你會多好 偷偷說紅毯戰袍 小姐其實已經有了大膽的想法 有 我如果穿這樣倒也適合 小編覺得很讚喔 好興奮的 還有全明星十八號驚喜公布 注入新鞋 奧犬參政黃隊 盤軍人曹祐寧 分別回過藍隊及紅隊 雖然紅隊後來我知道是小曹 其實覺得會不會太強 對 後來想想 我們MASHA也是滿厲害 我們奧犬應該是裡面最強的 我有 我哥 你先謙虛一點 你先謙虛一點 慢慢來 慢慢來 小姐現在反對 暫時是最多 我跟妳要請注意一下 你們的態度 現在的一模式 我們的意思是淺姐 妳什麼時候不再讓她 對 最近的訓練我覺得 我們來次演越來越好傾向 恐慌兩隊要小心一下 讓淺姐應該會再更開心一點 因為這一年多都在拍攝 然後也沒有時間去訓練 對 所以基本上體力對我來講 現在我也不是太多把握 這次加入進來 說真的 我有點緊張 超前年即將要買40歲 所以直接進來 你先走了 其實事實就是如此 前陣子有去健檢 然後突然的報告 沒有想像中還要做好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身體還不錯 但是還有滿多紅字的這樣 剛剛說健檢的紅字是什麼 我啊 我叫郭紅字了 不是 你聽得好幾天 不是我聽得好幾天 那你背後40號 什麼遊戲 有什麼遊戲 就是我40歲 那妳知道會來幫妳加油嗎 我 哪一個 我們現在還是比較收拾 那再害怕了 跟妳女朋友交往的時候 好 那下一集 好 因為就是剛開始不久 所以說再感覺一下 沒有換啦 沒換啦 瑋琳結婚那時候 就離婚開始了 然後我 才有 沒有那麼久 這樣 有一個 就是瑋琳他們跑到那時候 有點不看的話 就自己進去 就這樣 我進去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了 大家都救助了 然後戴著口罩 因為我們有說 在這個之前有 我又有交一個人 什麼 我覺得 兩話要小心 要想一下 要想一下 反正他們有見過 就是上一個 比較短的 然後他們就覺得 為什麼現在 醫美可以這麼進步 要不然你又可以 變一個人這樣 要不然你又 怎麼會聽到你這樣 神簡中啊